新城鄉老人會和康樂村老人會 在9月30號的晚間特別辦理了 久久慶重陽的活動 包括縣長徐真偉、鄉長、何立台等人 都到場來參與 並且齊唱著老歌曲故鄉 來和長者們同樂 同時也預祝大家重陽節快樂 縣長徐真偉在新城鄉長何立台 縣營車寶秀、邱光明 縣長下面代表會主席陳秀玲等貴賓 一起來請唱台語歌曲故鄉 來為久久重陽節活動來加溫 接著這次來到康樂村老人會 繼續唱著故鄉 而这次现在许中文和现在向着和立台 则是走向长人们面前来传唱并且和向大家务所致意 前来许中文表示新城乡是个好地方 幸福意图相当中的经费来建设新城乡 在新城乡的和立台 代表会陈秀林和代表会同学们 以及鲜眼镇宝秀秋光明的努力之下 共同来打造新城乡成为最幸福的家园 真的要谢谢大家一起来守护花莲 让新城乡更好对不对 我们新城北谷我们才做完我们的雨水 我们的雨水下水道 现在要开始执行污水下水道 先从北新路开始做 再接到北新路再接到我们的北谷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大花莲通事计划区 包含在北谷 这是一个非常适宜生活 新城乡的和立台表示 9月底一直到10月3号为止 各村和老人会们都陆续办理重阳节活动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借此也宣导了新城乡公所正在推动的各项福利政策 让老大人们了解自己的福利 新城乡的和立台也在此预出在场的准备们 重阳节快乐 记得请不吝 先思 seeds 215 智力